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前老伴身上虽然有一些我不喜欢的毛病 但我都能包容 不会像现在这样讨厌他 自从我过了60岁以后 我就再也不愿意包容他 甚至他在我眼前晃荡 都会让我无心烦躁 恨不得他立刻从我眼前消失才好 由于我越来越讨厌老伴 导致我每天都没有好心情 长时间的不开心让我得上了抑郁症 必须要坚持服药 才能缓解我不适的症状 由于我每天都不开心 所以非常想跟老伴分开 只要能够离婚 我宁愿将家里所有的财产都给他 我出去租房住都行 可是我都是60多岁的人了 离婚对于我来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每每想到 如果我和老伴闹离婚 就会成为街坊40的笑柄 就会让我彻底打消离婚的念头 我的儿女都是单位里的中层干部 如果我和老伴离婚 很可能对他们的仕途不利 会让他们在同事们面前掩面扫地 这都是我无法承受的后果 每每想到这些不利因素 我就不敢跟老伴提离婚了 在家里没啥事的时候 我经常会自己瞎琢磨 琢磨自己 为什么那么讨厌老伴 甚至达到了看他一眼 就吃不下饭的地步 老伴是一个粗线条的男人 从年轻到年老 他都是将自己的收入 一分不胜地交给我 让我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 老伴不擅长做家务 所以家里的事情全都是我在张罗 前几年儿子和女儿相继生了孩子 每天除了忙工作 还要照顾幼小的孩子 我体恤儿女们生活的不易 主动揽下了带孩子的差事 从而让他们心无旁骛地工作 孙子和外孙都是我一个人带大的 虽然老伴天天和我生活在一起 但他从未帮过我什么 我不仅要做饭 还要带孩子 每天都忙得像个陀螺一样 总感觉时间不够用 每当我忙不过来的时候 就希望老伴能够帮帮我 帮我看会孩子 那样我就可以抽空些会 不至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老伴明知道我忙 却宁愿躺在沙发上刷手机 也不愿意帮帮我 他的日子过得是那样的悠闲 从一睁眼他就盯着电视看 除了吃饭和睡觉 他绝对不会挪窝 我去不过就跟他吵架 骂他自私 明知道我很累 他却不帮我 老伴不仅不认错 反而骂我活该 他说我放着好日子不过天 要揽下带第三代的苦差 说我是自作自受 老伴不帮我 还骂我活该 气得我火冒三丈 恨不得立刻就让他滚出这个家 省得爱我的眼 然而我却开不了这个口 因为我深知 一旦我这样对他说了 他肯定会跟我干仗 闹得家宅不安 老伴不愿意帮我 我只能咬着牙坚持 我带大了孙子 又带大了外孙 终于苦尽甘来 孙子和外孙到了入学的年龄 都回到了爸妈的身边 再也不需要我照顾 孙子和外孙离开我家之后 我终于可以拥有大把的时间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原本打算去外地转转 让自己好好放松放松 犒劳辛苦了多年的自己 然而我的计划还未实施 老伴的身体却出现了状况 他住进了医院 原因是大量的吸烟 导致他得了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老伴吸烟已经很多年 他烟瘾极大 每天至少要吸三包烟 每天早上睁开眼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点上一支烟 慢悠悠地吸着 一根烟下了肚 他才会心满意足地起床洗漱 老伴不舍得花钱买好烟 总是买很便宜的劣质烟 因为这件事情 我劝告他多次 让他少抽点烟 用节省下来的钱买好烟抽 这样对身体也有好处 老伴不听 说他宁愿抽劣质烟 也不会因为香烟的品质 降低香烟的数量 老伴是一个很固执的人 他不听我的 我也没招 只能听之认之 年轻的时候 老伴即使每天都大量地吸烈止烟 身体依然还行 现在他上了年纪 大量吸烟的危害就渐渐显现出来 每天临睡前 他都会剧烈地咳嗽 听得我心惊肉跳 那天晚上 他上床以后 又像平时那样剧烈地咳嗽 起初我并没在意 因为他睡前都会咳上一阵子 我早就习以为常 然而那一天 老伴的咳嗽非常剧烈 根本止不住 当我发现老伴因为剧烈地咳嗽 导致气都缓不过来 脸憋得通红 脑门上的青筋直冒时 就知道这不是好的征兆 我赶紧叫了救护车 将老伴送进了医院 经过详细的检查 确诊老伴患了慢性阻塞性肺气肿 需要住院治疗 医生查房的时候 一再地告诫老伴 让他务必要戒烟 如果他继续大量地吸烟 很可能会威胁到他的生命 医生在的时候 老伴答应得挺好 说他一定戒烟 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可只要医生一转身 他就会到处找烟抽 如果我把烟给藏起来了 他就会自己跑到楼下的小麦不买烟 躲在洗手间里抽 我妈老伴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 他才六十多岁 难道就活够了吗 老伴毫不在乎地说 他已经活了六十多年 早就够本了 如果不让他吸烟 活着还有啥乐趣 还不如死了 老伴不在乎自己的生命 却让我被动地跟着他吸二手烟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过 吸二手烟的危害 比自己吸烟的危害大多了 不为别的 就算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我也对老伴大量吸烟的行为恨之入骨 为了让他戒掉烟饮 我俩吵了无数次的架 却一点效果都没有 简直气死我了 年轻年轻的时候即使大量吸烟 口气仍然清新 现在他老了 连呼吸都是臭的 导致我都不敢跟他在一个屋子里待着 由于常年吸烟 他的牙齿上全都是烟渍 不仅难看还刷不干净 每当他近距离跟我说话时 那难闻的口臭味直冲进我的鼻子里 令我作呕 这几年 老伴睡觉时的呼噜声特别大 那针耳欲聋的呼噜声 吵得我彻夜难眠 我让老伴去客房睡 不要打扰我休息 老伴不易说主卧多舒服 我凭啥去客房睡 老伴不去客房睡 我只好自己去客房睡 可老伴仍然不干 他说他明明有老婆 凭啥要一个人独守空房 只要我抱着被子想要去客房睡时 他就会紧紧地拉着我 不许我离开 如果我坚持要走 他就跟我大吵大闹 扰得四邻不安 我不想跟老伴吵架 只能继续跟老伴睡在一个房间里 过着彻夜无眠的日子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只能在白天补觉 日夜颠倒的日子 严重地损害了我的身体健康 每当我身体难受的时候 就恨老伴恨得牙痒痒 恨他只考虑自己 丝毫不考虑我的感受 老伴年轻的时候 即使有时候偷懒不洗澡 身上也没啥难闻的味道 现在他年纪大了 身上的老人胃严重 他明知自己身上有胃 却一点都不注意个人卫生 每次为了让他去洗澡洗头 我都要不断地跟他抹嘴皮子 烦死了 他经常牙不刷 脚不洗就钻进被窝睡觉 弄得被窝里面臭烘烘的 只要他没洗脚刷牙 就上床睡觉 第二天 我就得把床单和被罩全都洗一遍 否则的话 那强烈的脚臭味 把满屋子都熏臭了 我有好几个同龄的姐妹 他们的老伴和我老伴一样 年纪越大 邋遢 每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纷纷吐槽自己的老伴 将心中的怨气说出来 心里终于畅快了一点 年轻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肯定会和老伴 相亲相爱一辈子 两个人亲亲热热地倒白头 可现如今 我却越来越无法忍受他 天天都不想看到他 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心里 究竟是我的原因 还是老伴的原因 我只知道如今的我 每天都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实在太煎熬了 人到晚年最靠得住的是谁 答案不是伴侣和儿女 前段时间见了一个老奶奶 这位老奶奶我一点都不认识 但是和我说话却特别的投缘 于是和我说了很多 这位老奶奶是一个人住在乡下的 当年年轻的时候 也是城市里面的大人物 可是现在晚年了 确实一个人住在乡下 我问这位奶奶 人老了之后要靠儿子 还是要靠自己的另一半 老奶奶表示 人老了之后 最能靠得住的就是自己了 除了自己之外 谁都靠不住 就像自己现在一样 年轻的时候很有能力 也培养了很多的孩子 可是现在还不是一个人生活在乡下 同时这个奶奶奶也表示 年轻的时候 由于自己沉迷与爱情 所以一直都没有换工作 虽然不太喜欢那份工作 但是为了自己的先生 也一直坚持了下去 现在想起来 在这个工作里面 没有收获一天快乐的日子 后来先生做生意了 所以越来越有钱了 于是就和自己分开了 自己到现在还是单身一个人 所以人到晚年 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 不是自己的儿子的女儿 也不是自己的另一半 而是要靠自己 年轻的时候要多攒钱 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多 攒一些钱 在你年轻的时候多攒一些钱 就是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多一些保障 现在社会的保障比较好了 很多的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 交一些养老保险 当我自己老去的一天 也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 但是除了这些以外 年轻人还应该想到这一点 就是当你老了的时候 有时候你的保险可能并不是很多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着给自己多攒一些钱了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想着给自己攒钱 但是当自己变得越来越老的时候 却要伸手向家里面有人要钱 这个时候自己就要看别人的脸色了 聪明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攒钱 而不是把这些钱都用在别人的身上 当你学会给自己攒钱的时候 当我自己晚年的时候 也会有属于自己的钱 所以说年轻人除了打拼事业之外 还是要有自己的金钱 除此之外 还是要给自己攒一些养老钱 如今的人安全感越来越少了 因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我们把钱看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亲情和爱情都比较淡薄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给自己攒钱 因为这样我们才有安全感的 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老人 这些老人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在一些钱 到自己的晚年的时候 过得都不怎么样 去年的时候家里面来了一个老人 大家都不认识这个老人 可是这个老人到我们家里之后 却跑到了垃圾桶旁边 吃我们家倒在垃圾桶里面的东西 后来问这个老人 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老人表示自己到了晚年之后 没有人照顾自己 自己也没有什么钱 他也吃不起饭了 只能做这样的事情 自己想要去打工的时候 因为年龄大了 所以没有人要 通过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 不要只是想着别人 有时候也得想想自己 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唯有自己是最能靠得住的 不要沉迷于爱情 然后在年轻的时候 千万不要只是沉迷于爱情 有的时候要做一些 提升自己的能力的事情 事实证明 沉迷于爱情的话 到最后会死得很惨的 一个人沉迷于爱情的话 如果说一个人用卡比较好 可能会碰到一个珍惜你的人 珍惜这段感情的人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收获到幸福 但是如果你遇见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当你付出了一切之后 你会得不偿失 所以说在疫情当中 千万不要迷失 有时候你在年轻的时候 没有想着去提升自己 而是为了爱情 那么当你和这个人的关系陷入僵局 或者是和这个人分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什么都不是了 不要想着在年轻的时候 投资一份爱情 因为爱情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当你老了之后 可能你们两个还会分开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所以当你投资爱情的时候 还不如投资自己 虽然在疫情当中 我们要真诚地对待别人 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提升自己 不要为了孩子放弃一切 一个人千万不要因为孩子放弃一切 当今社会有很多的人为了孩子放弃了一切 觉得孩子就是自己的一切 可是换来的却是孩子的怨恨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你培养出来的孩子 以后都会远走高飞 只有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家里面 在有时候你要对孩子一些好的教育 但是也不要为了孩子放弃一切东西 在高中的时候 有一位同学的妈妈 就是一位单亲妈妈 当时这位妈妈就为了孩子放弃了一切 因为这个同学学习不好 所以说这个妈妈就陪着同学去了一个小县城 里面和这个同学在一起生活 那个时候如果考不好好学校的话 你就必须去县里面上学 所以说这个妈妈也陪着这个孩子 来到了县城里面 但是妈妈的工作在室里面 所以妈妈只能辞掉自己的工作 后来到县城里面的时候 孩子也是不好好学习的 这个县城里的学校还是不错的 可是孩子不好好学习 于是考大学的时候也没有考上 后来孩子也不上学了 妈妈也丢了工作 几年后这个同学却责怪自己的妈妈 当初辞掉了工作 现在两个人都没有好日子过 自己也没有钱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为了你的孩子放弃一切 因为你的孩子并不领情 可能在你老去的一天 孩子还会去责怪你 一辈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当你老去的一天 你就会发现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不要想着靠你的爱人 也不要想着靠你儿子女儿 最后如果你觉得有趣 记得点赞评论分享支持频道 别忘了订阅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